中国在发布新的优化落实十条防疫措施之后 结果有不少的中国网友 在中国疫情吹哨者医师李文亮的微博贴文 底下留言致谢引发了外界热业 画面中可以看到李文亮微博账号至今 仍然没有被删除 而他公布自己确诊的贴文 隔天涌入大批的网友留言写下 感谢您三年了终于要结束了 我们不会忘记您等言论 纷纷留言表达怀念会是宣泄情绪 而目前这则文章的留言数 已经高达一百万则 因此又被称为是中国哭腔